创作才子江志芬是台语天后龙千玉的弟弟 2022年突然宣布已经秘密结婚近三年 还敢进度连叛一双儿女 目前爱女 辟桃三岁 爱子小不二岁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江志芬的故事 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江志芬说 小时候因父亲经商失败 父母分居两地 家中环境并不富裕 婴儿九岁急已在工地帮忙搬运砖块 自己甚至独自住在顶楼家盖的铁皮屋 所有的修补工作都靠自己做 有一年的台分夜 屋顶还被墙分掀开 自己在睡闷中惊吓醒 人得努力镇定的补墙 当时也不过才15岁 江志芬跟子子一样 从小就喜欢音乐 长大后也走向歌手之路 本来以为他是因为受到子子的影响 才决定开始做音乐 但其实他对于站在台上唱歌 有着很大的恐惧 并开玩笑说 开始接触音乐是被子子嗨的 江志芬提到 小时候爸妈工作很忙 时常不在家 自己的个性又很调皮 邻居都认为他很不受教 长大不会有出息 在这样的环境下 久而久之 他变得有些自闭 而且容易恐慌 国小五年级时 学校在找合唱团的成员 他原本没有入选 但老师发现他是龙千玉的弟弟 认为他应该也很会唱歌 便让他加入合唱团 我本来就有一点自闭恐慌 进去合唱团后 我的人生开始改变 压力越来越大 高中时他因为太爱翘课 被退学了五次 被爸爸要求半工半读 龙千玉便安排他到唱片公司打工 由于那是专辑的母带很厚 他搬到脊椎受伤 笑说 你看我被他害到多惨 退伍后 他本来在西餐厅助唱 某次子子与唱片公司老板 到餐厅谈事情 老板听了他的歌声后 提议要为他出国语专辑 他也抱着玩玩的心态答应 尝试之后 发现自己真的不喜欢 站在荧光幕前唱歌 便退居幕后 后来长大一些进入演艺圈 可惜经历依旧坎坷 据说他已故的老爸 是具有通灵能力 在当地有虎爷分号的江金城 不过江志芬却坦诚 自身没有企机体质 无法承接爸爸的公庙事业 他身为创作把歌写好 类似为善 音乐其实是个很好的调剂 相比药物 问神 他更愿意用音乐疗愈歌迷 父亲生前希望他走到荧幕前 但他却热爱音乐创作 隐身幕后 谈到从创作者变为歌手的转折 他笑说 没有钱 什么也做不到 只能先自己出来唱歌 接活动 等到有一定的能力 才可以写出心目中最理想的歌 于是他自己出资成立唱片公司 试着用音乐的力量 来让生活变得更好 只是之前想要发新专辑的他 没想到碰上疫情搅局 导致计划全部泡汤 陆续做好的几首歌曲 原定要拍摄的MV也全都取消 另外商演 活动还陆续延期 除了自己的作品 替别的歌手制作的案子也都停滞 让他无奈表示 这几个月下来少赚有300万之多 而他的500万贷款 其实还有贷款300万 再加上房贷 共1700万 现在几乎零收入的他也忧心的说 在家也不可能不用电 没别的事可做 就只能玩电脑 弹弹琴 运动健身 但贷款还是要付 总而言之 现在就是在过负债人生 也直呼再这样下去 可能要跑路了 江志芬透露 与老婆相识七年 因为疫情让彼此的心更加接近 决定完成终身大事 我们都很低调 之前疫情严峻 因而没有宴客 我们也都重视之生活 老婆怀大女儿时 因为疫情最严峻 无法做定期产检 也无从确定是男生还是女生 但我们只希望小孩健康 直到到可以做产检时 女儿都快出生了 对于人生进度大狂飙 江志芬笑称 跟老婆相处七年都没怀孕 却在疫情期间有了好消息 拥有众多女铁粉情的他 不担心公开后影响人气 表示 我相信粉丝们一定会给予最大的祝福 这一刻开始 我只是平凡的父亲 宝贝是我的全部 我的宝贝也是每一位粉丝的宝贝 两个 宝贝是人生另一阶段 新的开始探索 江志芬聊到自己的出道历程时 还有亲姐姐 龙千玉一起合作的有句故事 竟意外透露 首次合作两人就吵翻天 甚至吵到冷战不讲话 江志芬也笑说 为这件事情 还找我妈出来卧旋 江志芬透露 第一次合作录音就翻脸 还为这件事情 还找我妈出来卧旋 龙千玉就走了不录音了 那我们又住不同一层 她下楼我就不下楼 吃饭就不喷到对方 而会有这么大的争执 主要是龙千玉早就入行多年 龙氏唱腔也深受广大粉丝喜爱 但江志芬 当时建议龙千玉 可以改变不同的曲风和唱法 两人理念因此有了出入 江志芬和龙千玉的合作出体验 虽然是吵吵闹闹 但后来请来妈妈当何事了 江志芬也说 后来我妈就说 这么多天 就大家吃个饭聊个天 但就还是不讲话 制作理念完全不一样 后来就编吃 就说我对音乐的看法跟想法 那我就说 龙姐你唱了一辈子 粉丝就是这样子 你族群就是这样子 难道你不想再去开创一些新的东西 而后江志芬也成功说服龙千玉 让她开始尝试新的曲风 早期的歌手 就很喜欢这类 但对我来说 新一辈的喜欢的是欧美 还有日式韩式 新式的演歌 都是年轻人喜欢的 所以台语歌也是要跟着变化 被说服的龙千玉 似乎也因此敞开新房 和弟弟江志芬之后 合作就越来越顺利 那到目前为止 只要龙千玉录音前 就会拿歌来请教我 因为第一章 有帮她争取到很多新的族群 就有很多小朋友 开始知道龙千玉 早期也就都是老一辈 那我也跟她开玩笑 说歌迷年龄层越来越老 那要唱给谁听 另外 她先前因作戏不正常 加上饮酒习惯 导致胃溃疡 胃食道逆流 也就是所谓的火烧心 还有心肌问题 所以被医生下达禁酒令 结果好不容易戒酒 戒宵夜两个月 又因为在家实在无聊 忍不住破了戒 跟朋友开启线上饮酒会 此外 她更在十几年前 因为近视太深 决定动镭射手术 没想到术后没有好好保养 反而导致视力模糊 失焦越来越严重 有次记者会 不仅与经纪人擦身而过 没看出对方 更因没认出其他艺人 被酸狠拽 坦言现在眼睛未光 最差状况恐会失明 她笑说 自己最怕的 还是惹到曹熙平大哥 某次因为视力模糊 而被曹熙平误认为行为不礼貌 曹熙平怒瞪了她一眼后 她便赶紧撑过去 和曹熙平解释 并道歉 这样的状况已经持续了十多年 给她带来许多生活上的困扰 包含写字潦草 怕光 连走在路上都要随时注意周遭避免跌倒 她还提到 有时会与好友侯怡君一同小酌 在听闻侯怡君父亲患有夜盲症的故事后 特别为她写了一首歌《另一只翅膀》 并收录在了自己的专辑中 其实她本人对待病情十分豁达 曾表示不去看医生 并不代表在逃避问题 现阶段只希望能做好该做的一切 毕竟人生无常又何妨 其实无常才是正常 也笑说不怕失明 搞不好失明后会唱得更好 更表示活太久不是好事 倒不如在有限的生命里 尽量让自己快乐 这比什么都重要 谈到感情 自称单身多年的她 坦言有暧昧对象 但对爱情并不期待 自嘲因为眼睛不好 看每个女生都觉得漂亮 只希望老了找个人陪着自己 但不抢求 按她所说 她对感情这东西很不在行 或许会在感情中重复犯错 以至于伤害到女孩 对她来说 交往过的女孩都是生命中重要的人 将来或许会有个女孩在身边 而且一旦交往就认定 但现在就是事业比较重要 或许很少有人知道 其实知名歌后龙千玉 是她的亲姐姐 如今龙千玉已经纵横歌坛三十多年 喜欢闽南语歌曲的朋友 一定听过她的歌 前不久 她刚把冰事车卖掉 助理在寻找车子的相关证件时 也意外翻出了她这些年 买卖房屋的一些资料 原来从二十多岁就开始赚钱养家的她 早就已经开始买卖房产 而且经常换房子 她还表示 原来都把旧房子租给别人 不过后来觉得租房太麻烦 就索性把房子卖掉 四十年来一共买卖了八 九套房子 总共进账上千万 不过她也透露绝对不会买预售的房子 因为自己曾经吃过亏 导致卖出时倒赔了二百多万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弟弟姜志芬尚在负债 但她却从来不愿向姐姐借钱 还提到姐姐的儿子目前正在附件 不希望给姐姐再添麻烦 因此宁愿自己咬牙苦撑 不过姐姐龙千玉虽然没有支援金钱 倒是也非常关心弟弟的身体状况 其实江志芬每年都会给姐姐送上五位数 还表示龙姐就像是自己的第二个妈妈 一直以来也是自己的精神支柱 很感谢她的鼓励与照顾 江志芬小说 以前对姐姐又爱又恨 曾怪姐姐把妈带走 长大后才知道姐姐为了家计打拼 母亲则陪她赶场跑活动 如今解开误会 她感性地表示大姐真的很伟大 其实对江志芬来说 虽然小时候日子坎坷 但这些年来 全家人都拧成了一股神 一起为了大家庭而努力 这也是她品行端正 肯用功的原因 最后也祝福她的事业 可以持续走高 为大家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 ek所欣聘 来托货 写燃 Chi 天着 打 知变